二次那個美術館 和美術館的一樣 例如幾年前 美術館 二次佘秀 二次佘秀 吔哥 威武 一條美術館 這個美術館比較特別 因為前面這個路比較小小 後面就是一個大的囊帶 然後它的基地前後高低差 差了大概九公尺 進到這個空間的時候就有不同的人工跟自然對話的一個點 你去看我的橋或是說我的美術館或是我的教堂 你進去的時候都不會一下子就讓你看到那個地方 或說感覺到那個地方 甚至希望你進去的時候你還搞不清楚有點迷路的一個狀態 故意製造一些不同的斷點或是轉折點 我希望你透過這個中介空間的一個拉長 時間也被拉長 在你這樣行左的一個過程 然後你慢慢跟這個環境有一種對話 有一種越來越了解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進到主管 那我希望用一個印地置疑的方式 譬如說我利用那個高低差 有的就把它做在半地下 有的做在地上 就讓這個土方可以平衡 沒有印出去也沒有印進來 本來我可以做一大洞 我把它變成三洞三小洞 然後它就可以跟這個基地做一個串聯 但是那個外面到裡面其實也有那種平臨那個巷弄的一個延伸 好像你也走到那個平臨地區的巷弄 然後再進到一個美術館 我把那樓梯跟一般的美術館的樓梯做得不一樣 我圍著美術館跑 然後再走到外面 再走到裡面 再走到外面 那個空間就 那個樓梯就有一種聯繫感 有點像那個中國話那個剪軸的觀念 那空間是聯繫的 他的作品常常有很多片段 會讓人感覺好像是有點熟悉 像剛剛講的一秀的那條通廊 那一種光影的變化 那些手法好像 好像沒有超越過安等忠奢 給我們的經驗 所以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你建築何必用那麼多的材料 廖偉立的作品裡面 他很勇敢的去用很多 抑制性很強的材料 有清水混凝土 有那樣的一個很松散的通道 然後轉過去你會看到有黑色的磚塊 然後轉到變成一個向道的感覺 他覺得他在回應三下的那個村落 那種磚造的那個狹窄的那個空間的街道的狀況 那我為什麼要用那個有一點綠色的一個屋頂 那跟周遭的山暖的一個起伏 都有一個對應的關係嗎 我最後回到建築本身就是這種尋找關係的過程 跟土地跟歷史 我會用副調或是跟我的杂母你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希望你進到這個場域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章節 透過不同的起承轉合 你有不同的感受 簡言的一代他們的生活裡面就是很多這一種 對社會的單一價值觀的反抗 看到跟前一代不同的 他們敢嘗試不同的可能性 他們也某種程度試著呈現自己的獨立的審美的狀態 多元的價值觀也就形成那個時代的共同的特色 廖偉莉最早期最引起我的注意的 就是在東眼山裡面做的一個小廁所 他在一個非常樹林自然的環境裡面 他選擇用缸垢 他利用這個缸垢的條狀的意象加上光影 讓他埋藏在那個樹林裡面 可以跟那些草樹林的現狀的元素 然後被混合在一起 或者說我們可以算是偽裝在一起 那個自然跟人為 就形成一個很有趣的組合 這個橋其實跟玉秀美術館那個從外面到進到裡面 也有一曲同工之廟 只是它形成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希望從A到B不是一個直線 而是一個曲線與毀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是故宮嘛 故宮南院 那我希望這個橋的一個空間形式 跟這個甲骨文啊 荷蘭的一個曲線啊 還有這個原來的一個建築物的線條啊 它都可以形成一種對話的關係 慢慢把你的行動 slow down下來 你心情也沉澱下來 那其實也某種程度東方遊遠的概念 可居可遊可望可停留 那一般人會把橋只是限制在它的功能性 只是一個通行 對我來講 應該橋不只是橋 它也是景觀 也是雕刻 也是裝飾 某種程度 我覺得我的橋有一種建築性 我希望它完成之後 可以跟時間跟人跟環境對話 這是最重要 北港這個堂鐵立廊 在日記時代它是一個印浙堂的一個廊道 它那個廊道空間比較特別 就是說它會高出那個城市大概一層樓 或一層半的高度 那高度那個視野其實你去觀察城市 會有一種很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隨著時代的一個改變嘛 那時間的改變 那印浙堂的一個歷史它已經衰落 已經沒有了 我希望那整條的一個廊道 就好像一個城市的一個脊椎 我希望把這個脊椎建立起來 然後再往側面慢慢延伸到它的一個巷弄 那個空間可以變成城市的客廳 城市的很多不同的場所 那個城市的居民也可以在那邊生活活動 還有發生很多事件這樣 過去這麼不經歷的時候 這邊就是一個很荒廢的地方 蠻荒廢的 到這個橋做好之後 我常常來這裡橋走走走走 有一天我才發現說 在好天的時候 可以看到中央山脈 日出日頭就出來了 你如果沒有過去 你真的存在就不太有意義 你真的存在就不太有意義 這個為什麼說 我們地面的文史工作者 很努力地把台湯的這條鐵球 把它保存起來 而且它也承載了這個在地著名的 過去的那個工農記憶 天空之橋 天空之橋就故意 讓你行走的時候 經過空間的一個壓放 或是說高低 然後你進到端部的時候 豁然開朗你就看到那個框井 那個框井你就看到 舊橋跟新橋之間 我中間就夾了一個公園 那個公園就有一點新舊 可以對話的一個場域 北港那個女兒橋 你很重要就可以看到 你要進去的時候 那裡又增加了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就對到那個 北港的朝天宮 那媽祖的一個神像 那我覺得那個 就有一個對話的關係 所以那個橋就不只是橋 人不只是穿越 你也可以在那邊停留 我希望穿越這件事情 能夠製造一些空間的一個時間感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深入的一個觀察 透過我對這塊土地的一個觀察 還有對這裡的人事務 尤其昌明那種博雜生活的一個能量 我希望做一個深入的一個觀察 似乎我含有一種感情先行 然後理性 後來再追上來的一個狀態 去處理我的一個設計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所有的一個創作 應該是 從我的一個家 開始 連鎮裡有一顆 尤加利書也不見 但是我知道這個位置 他或許有很多片段 或是說有些已經遺失了 那有些還在 譬如說這個磚 這個磚還在 那我就想到以前的一個磚 通宵對我來講 譬如說通宵有一個通宵溪 它幾乎是我生命的一種源頭 通宵有一個斧頭山 就是我常常跟我哥哥上山去撿柴火的一個地方 每次那個夕陽西下 我們撿完柴火 要下山的時候 我就看到 那個通宵這種 這個萬家燈火 吹煙鳥鳥 這個紅牆黑瓦 那燈一盞一盞亮起來 我覺得好美好 我就覺得生活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幸福好自在 我覺得那或許就是所謂的一種 場所感 我小時候就說 整個通宵好像一個迷宮 很像一個生活場這樣 讓我對泥土 對故鄉 有很多的一個經驗的一個累積 我希望它可以被轉換成 我的所有的一個設計 都有那種家的一個溫馨的一個感覺 大概是這個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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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西我把它稱為 半人半獸的一個城市 有一點像 城市又有一點像鄉村的一個混合地 台灣典型的一種 聚落的一種 波雜的一個形式 但是 亂中好像又有一種 隱藏的一個次序在裡頭 我們的房子一樓都在蓋得滿滿 我反而把它開放開來 變成一種城市的一個客廳 你進到裡頭 好像覺得它是一個洞穴 或是你會覺得它好像一個大棚架 然後它可以跟周遭的社區啊 林里啊 巷弄啊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連結 一樓那個空間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個功能 在那邊產生 那教會對我來講 它不只是教會嘛 它也是社區的活動中心嘛 它也是人們心靈的一個7-11 那我覺得我的教堂 或許有混合著一種聖跟俗 共同融合在一起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聖實共治 我設計的教堂不會像西方的教堂高高在上 做得很漂亮很西方 其實到目前為止 在台灣的建築街 教系教會也是一個正義性的房子啊 因為很小人會覺得說 蛤 教會看起來像這個樣子的嗎 就是形體太複雜了 然後意向也某種程度太庶民了 它透過雙重的結構 它是一個外殼 是一個類似台灣的那種工廠的鐵皮屋 裡面它在造一個木造的隔間 所以它用了一些看起來很不神聖 很世俗 但是它非常合理 它能夠把台灣的材料在地的 然後並不那麼神聖的材料 把它組合形成一個神聖的空間 而這個神聖的空間應該不會出現在歐洲 因為裡面有很多台灣的感覺在上面 這個教堂沒有一個很嚴肅的大廳 讓我們進去就開始素然起敬 它開放活動的時候 人就可以從馬路然後自然就跑到那邊去 後方的房子跟它在一個教堂的側面對照起來 服飾上我們看西方低景那樣很乾淨俐落很漂亮 讓我們看到的是充滿了各自以言的狀態 這一種狀態它其實呈現的就是一種活潑 在西方找不到的活潑 仍然讓它的建築能夠脫離周遭民宅 那一種碎畫的世俗化的衣装 就多少還是有點紀念性 很乾淨俐落是一種審美 但是一種不對稱混雜也可能是一種審美 我覺得好的一個建築本身就是說 第一個它呈現一種技術性 第二個藝術性 第三個就是社會性 形成我支持我做建築很重要就是說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誠懇地面對生活 我就在創造這種人可以相遇溝通的一個場所 你要充分地去理解他者的一個狀態 他的一個需求 他每次就呈現 就是你創造的環境 讓人他的一個生老病史 可以在這邊很好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方式 好的一個城市 好的一個房子 好的一個聚落 好的一個社區 大概就這樣做 好 好